你好欢迎收看2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为了争取地方重大建设 凤林镇公所镇长林建平 代表会同仁17号前往花莲县府 拜会县长徐真卫 并针对乡内推动的五大项地方建设 请县府能够加以协助 而县长徐真卫表示 会全力协助凤林镇公所推动地方建设 一起共创美好的愿景 凤林镇长林建平17号率同仁协同 凤林镇民代表会主席 农村晚拜会县长徐真卫 双方就有实物经验的分享与讨论 希望将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应 为乡亲的福祉来打拼 现在徐真卫表示 凤林镇政府积极协助乡镇市公所 向中央争取经费来益助 今年也持续办理改善县内的编号线 乡道路以改善公路的系统 现在的推动有赖于 县政府与公所的奇迹努力 让花莲未来更加美好 镇公所 乡公所 市公所 有什么想法 其实在花莲县政府 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话 那整个花莲现在 花莲现在整个在串联的时候 我们会做到更精细和到温 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去年 因为昨天正好跟那个莲代表 在那个三星那里碰到 就是我们去年 这个铺了八十四 八十四就是从中兴大桥 一直往这个排酒县这边 就把它铺好了 那未来我们大概就是 我们之前也铺了 花四十六的前半段 那其实花四十六的后半段 其实那里可能是 陆幅也比较小 那但是其实我们之前也打算 要开始提案 花四十六的后半段的部分 到我们刚所谓的部分 那因为它牵涉到两厢 这一个是受工压 那一个是凤林镇 那两个管理单位也不同 但是现在的这个 路的管理状况 可能凤林镇这边要帮忙一下 因为从四十六往东海岸走的话 受工压那里管理的路况 是比较好的 那可能平常的维修 还是需要先从公所来协助 这次凤林镇公所提案讨论 包括了A7路面铺设 地方创生园区 部落聚会所等议题 现在许正位仔细聆听之后 足以答复说明 府内相关承卖单位 也会分享其他 像是公所的执行案例 鼓励 凤林镇公所 滚动式经济各项服务 落实提升服务品质 接着几天ast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